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四大公投即將登場 這四大公投呢 我個人認為 它是一場對於現在執政黨的不信任投票 從這個角度上來看 鼓勵大家踴躍投票 投什麼呢 投四個同意 這四個同意的目的呢 是要讓執政黨知道 人民對他不信任 至於投了之後會有什麼後遺症呢 我個人認為以民進黨過去的敗擊烈刑 你投你的 他做他的 所以不會有什麼作用的 那為什麼沒什麼作用還得投呢 那很簡單嘛 他是個不信任投票 不信任投票會讓民進黨有所警惕嗎 答案是不會的 所以結論是我對這四大公投的看法是 投了跟沒投一樣 但是投了跟沒投一樣還是要投 因為 這個讓民進黨知道說 民意已經沸騰 那現在看起來 這四項的內容其實不是很 重要我坦白這麼說 因為 這四樣基本上都是議題 社會議題 環保議題 經濟議題 政治議題 這些議題基本上應該是要在立法院解決的 你看嘛 藻礁的問題 環保的問題 核能的問題 有經濟的問題 有環保的問題 有國家安全的問題 再來 公投綁大選的問題 這是政治制度的問題 好 那麼 從這些議題上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議題基本上是立法院表決的層次 萊豬那更不用講了 我覺得那個 我們的我們的這個衛福部 他根本就應該做科學的把關 政策的釐清或者宣示 弄到要勞勢動眾啟動一個四大公投 我覺得那真就是 我說不上來 如果這四大公投是必要的 就把立法院給廢了吧 我們這個國會存在的價值 幾乎就蕩然無存了 重點在於 這四個屬於政策制定面的議題 應該是在國會去做表決 民意應該施壓在國會的身上 那國會議員如果不遵從民意的話 我們應該去罷免國會議員 我說這才是一個正常的 正常的政治運作機制 現在是 國會議員變成了 民意代表變成了黨議代表被綁架了 所以人民有想法無處訴求 才要讓比較少數黨 因為在立法院舉手舉腳 都舉不過執政黨的情況之下 走上全民公投的這條路 其實全民公投的設計 不是要做這件事情 全民公投設計的事情 是應該要讓有兩種 一個是立法院的層級 不夠資格解決的問題 比方說超越立法層次 到了憲法層次 有關於人權的國家安全的 國家定位的問題 這是立法委員無法大諸大諞替我們做決定的 這個層級 是需要公投的 第二個是 人民認為他們必須直接站出來做一場社會運動 透過公投的方式展現人民的力量 通常人民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是 對於政府對於間接民意民意代表極度不信任的時候 釜底抽薪之際 那這兩樣事情發生的時候就表示說台灣人民要當家做主做一個重大的決定 所以大部分該公投的議題是在憲法以上的層次不是在公共議題 很可惜台灣的問題目前的問題是剛好相反過來 屬於憲法層級以上的問題 所以人民無處爭取要不然就是不敢爭取要不然就是尾於這個中選會的法官你不能爭取 所以變成真正該公投的東西被沒收了 而屬於立法當局該做的事情 他們不做 所以現在的立法院就像是行政院或者總統府的立法市或者立法局的這個角色 這是台灣目前很大的一個政治上的危機 所以 整個講過來既然今天四大公投還是要舉行 我個人認為 與其站在四大公投的內容 到底是什麼東西去做 辯論當然理性的辯論是好的啦 可是我很悲觀地認為不管你投出來結果是什麼 我們今天的執政黨他高興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過去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 同婚在公投出來的結果 民進黨政府仍然可以順著 蔡同學他自己個人的取向他個人的嗜好 然後去國王的心意去捧他 我們的大法官呢 依然是世代夫之無恥 可以用自己超越全民公投的方式去解釋 形成了一種 政策上的命令 所以你公投投你的 我做我的 這就是目前台灣政治的亂象 所以台灣政治亂象最該做的事情是 把那個亂象的根源拉下來 就是在凱達格蘭大道上面那一個 騙子 連自己的學歷都可以騙三十七八年 而且被揭穿之後絲毫反省都沒有 他曾經對李梅珍說過的話 曾經對 呃 蔣偉寧對 曾經涉及過類似的抄襲 這些抄襲比起蔡同學的無中生有 詐騙 這個貪獨 那是小巫見大巫 蔡同學在當時 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消遣 去譴責這些人 而今天他竟然可以如此 完全就是如此厚顏的 仍然坐在他的位子上面 彷彿這一切都沒事還回頭告人 所以今天台灣最大的亂源 真正該公投的事情是把蔡同學拉下來 不是這些細碎的公投 不過我們可以時機而上 可以一步一步的 做到讓台灣的民主 現在這個情況應該是 史上從來沒有這麼糟糕的一個 台灣的民主憲政危機 所以我還是鼓勵大家 公投站出來但是 四個同意的目的 不用太執著於公共政策的內部 這是對於執政黨的不信任投票 至於不信任投票投下去之後 只是 讓這個政府之所警惕 到如果他不願意聽 那就顛覆這個政府 把勤賊勤王 在凱達格蘭大道造成台灣今天 憲政危機的騙子揪下來 公投是第一步 所以希望大家 不用花太多時間去搞清楚 這四個公投的內容是什麼 其實你也搞不清楚 環保的議題核能的議題 很多議題超越了你我的 知識 那專家呢 有藍的專家有綠的專家 各質疑詞講的東西都不一樣 所以你花太多的時間 你恐怕也很難得到 所謂的正確的答案 到最後變成 一種信仰 當公共政策變成一種信仰的時候 這就是這個國家 效率不張 這個國家 開始進入民粹的開始 但是很抱歉 台灣似乎慢慢走向這條路 總結的一句話 四大公投站出來投 投四個同意 是給執政黨一個不信任投票 至於將來在付諸執行的過程當中 還可以施壓民意代表 讓民意代表在執行面上 做出最適合人民 最適合民意的選擇 做出最適合民意代表 走 感谢观看